大家好,我是五仔 大家好,我是OK仔 這一節跟大家說一下 我偶像閻明熙 賺很多錢,但錢不知去了哪 哎喲,為什麼?洗了嗎? 真是可憐,什麼洗了啊?還未出糧 原來這樣 未出糧,很多人like 過百萬酬勞 不知去向 閻明熙說,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出糧 樣子還很苦 還想買樓 是啊,不要緊 每個人都是這樣,在姜濤之前都是這樣 我們今天講幾宗 有些關於星夢的新聞,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 不問是Playtron毛廣告 現在 正在做星夢傳奇二 說李幸毅 李幸毅叫Ginni 我還想說,懶得厲害 炮鼠包,是不是JW Ginni 他說在節目 生氣到大爆,想劈炮 他又不做了 教到很激心 還對著那些小妹說,我不是你寶母 火都來了 嘔血了,說他們未成年 啊,說這些學員好像小朋友玩泥沙 生氣了 究竟是節目效果 還是頂不住要噴火 套租 做這行很難生氣的 最後說說王子華又出來做宣傳 家欣他那套 煩氣攻心 接下來要上 說說他不敢再投資電影 那個原因 這行很難做 先說說我們最喜歡的 歡迎各位 在尖粉全面盡上 是 知智啊,嚴明熙 那就是昨天 在尖嘴出席音樂活動 提到他人氣爆燈 吸金力強 有報道說 他四個月 就代二百萬籌金 那這樣說吧 究竟是四個月找二百萬 幫公司賺了二百萬 自己代一塊錢 又不是二百萬 還是 還是 真的 什麼呢 還是二百萬代了 拆了那些 還有沒有抽水 一定有啦 傻的 那就是 你以為熱工嗎 一定抽 這個正常 做生意一定要有 距離他 事業目標十層樓 相當近 十層樓 知不知道要多少錢 只是稅金 一層樓五六百萬 稅金二十萬 什麽他説香港賣的那些 十層樓交稅都不止 可能想內地那些 那就可以 是 尼馬拉 內地那些都可以的 柬埔寨 十層樓不容易 不難不容易 那他就說 阿芝芝說的 買樓這些事 由他順其自然 其實買樓是家人給我的目標 所以我就轉化 為跟他們一起努力 即你的目標就是我的目標 是的 那就可以順其自然地去做 就不給自己太大壓力 因為不關我的事 我做不到不關我的事 是理想的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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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傳你 賺過百萬 那 阿芝芝說 我不知道 那人家問他 你有沒有看過戶口的嗎 我可以開銀行戶口的嗎 哈哈 很好笑 他覺得 他覺得 搞 搞 搞 那你工資進去哪 他說 我不知道 可能 應該在公司 那他那些 那他那些 是 那就問他 有沒有出過糧 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出糧 在誰戶口裡 他可能沒有給過戶口資料 啊 蛤 那他原來是義工 一直是義工 不知道 快問吧 喂 其實我做這樣的事情 有驚人的 人家傳我 現在的報紙傳的 如何可能啊 死去找200萬,我都不行了 真的給你看 你看,我妹妹要回來打工 賣幾元而已 你不要聽人亂說 可能是這樣也不行 一元一百幾十都有吧 你不說,原來她真的不知道 你不問她就不知道 不行啊,妹妹 到時候做了幾年之後 我應該有些錢,還沒出過 她沒出過的,不奇怪 她沒有出糧概念 不會啊 是嗎 公司給你一個機會,回大陸唱歌 將來講完一大論 她沒有問的 我真的有沒有出糧概念 報紙說我四個月賺二百萬 你不要聽人亂說啊 有什麼可能啊 也不奇怪 可能是留的 不知道 我們義務上去唱歌 可能是也不定 怎麼知道 麻煩了 那試試嗎 哈哈哈哈 說一句麻煩了 麻煩你 去玩而已 喂 這麼多大明星陪你唱卡拉OK 你想怎樣啊 是 你不問你拿錢給我 我頂了 就是這樣 怎麼知道 他都說什麼都不知道 嚴明熙都不知道 難道我知道 他當然 他只有他知道 難道我們知道嗎 是吧 只有我這樣說 他說 那記者問他 你入行這麼久 你出過糧味嗎 嗯 他說其實我可以在哪裡查到 他問回記者 嗯 問你經理人 嗯 他說 那經理人是誰 經理人是舅父還是什麼 他說他不知道 是 他不當保母是他的經理人嗎 他會知道 他不會不知道 嗯 是啊 怎麼說 因為他只有他做 是不是還未夠十八歲 不是吧 是啊 還未夠十八歲 但是你開了糊口 怎麼出來 不是啊 他還未夠十八歲 自己要找家人幫他開糊口 好像是 那家人之前他還未開 那怎麼辦 那不是 代了去哪裡 不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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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要為那個地方 你首先這樣 你不要亂說 待會有人說 收了錢 不是這件事 不是啊 他究竟他之前做的那些工作 有沒有錢 可以沒有錢 就這樣說 不是 他平時上學他也要用錢 那 他在香港有親友 那他家裡用自己的錢 那他之前有獎金 贏了冠軍 會不會放在那些親戚上 問清楚一點 是啊 那些錢 可能在親戚上 而且你不要以為 上升身不息 是一定有錢的 是 是 他可能在大陸 那些訪問有錢不出奇 但是他升身不息 你又不知道 他可能 黃祖南都說 他是 沒有錢 只要做義工 他自己要求做 他一班人 戴上去可能就是沒有的 開拓大陸市場 嗯 怎知道 是不是 嚴明熙都不知道 難道我知道 那我講講 很多女學員 男學員 有個星夢二 有個星夢二 看見你們這麼成功 賺多少錢也不知道 這樣 那 但是 導師 Gin Lee 就在節目中 生氣爆 不生氣了 他說 令到那些氣氛都 硬膠膠 是 他說其實 他和泳儀出席無線 20號 晚上的善心滿在人愛堂 曾經 滲過近日 因為擔任星夢的導師 搞到缺乏休息 熬殘 這個人就發脾氣了 個個在電視城都是這麼熬的 你熬這些 我想比拍劇少 不太熬得 是 Gin Lee 就表示 為了幫學員選歌 搞到每天只能夠睡4、5個小時 那會不會是你那個 就是這樣說 不是 思想脾胃是真的 即是想事情思考得多,憂慮,傷疲惠,個人累,你可不可以決斷一點? 選什麼歌?你的名字是我的姓氏,為什麼?張學有唱的還用得解? 然後女生呢?這個啦,這個啦,全新暑假啦,青春嘛,可以啦,囊囊上口那些東西 要不想那麼久?為什麼要適合他?這個人就不夠決斷了,搞得他好像很累 很多事情又要想了,想又想又怕,可能又要考慮那樣,不要這樣啦 但是說他們節目尾聲,彩排啊,唱歌啊,他們面對什麼藍隊撮撮進的? 紅隊啊,重要關頭啊,深陷危機啊,欠缺團隊精神,互相指責,矛頭直指啊,個王牌啊 那說一邊呢,態度鬆散啊,跟著連Eric Cox也罵人啊,他說呢,你的學員啊,小孩子玩泥沙啊? 那一向呢,溫柔的導師,Jeannie,揚言生氣到想辭職,嗯,他說,嗯,他說我生氣到不想做你們導師,你知道嗎?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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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啊,不要做啦,不要做啦,他說像臭兒子一樣,很激心 嗯,是啊,他說每晚凌晨四點才睡,每天睡四五個小時,這樣,都挺辛苦的 都是,他說他男朋友覺得我的人太緊張了,學員喉嚨唱得不舒服的,都關我事的 他說照顧七個學員,要用很多時間,他試過發脾氣,現在的年輕人,輕選擇性腹肌的 他說我不是強壁症啊,但可能全日都不回覆,他說,幸好我罵完之後呢,他們有些改變 就是說,說完這些東西給你聽,不理你的,簡直是 嗯,假假的,阿姐,都是明星啊 嘩,嘩,嘩,都是啊,給我面子 看我不起啊?給我面子啊 嘩,你們這些年輕人啊,真的 嘩,真的,阿小健,撥撥撥給我面子啊 福基啊,我現在不是明星啊? 嘩,嘩,真是生氣啊 好搞笑,你看看這些,因為很多人想進入,但你知年輕人沒磨練過 小小事都當作挫折,小小事都叫壓力的 是 唉,真是,撥撥他們那班傢伙去劇組那邊,做KLF先 是啊 不要笑,遲早都要,真是的 撥劇組做KLF,然後你想做藝人,誰不用站KLF位 是不是 好了,講講王子華,不要說KLF位 什麼事都做過,香港早晨也關他的事 做DJ啊,去報新聞啊,什麼都關他的事 他為什麼?他做這麼多年輔導為什麼? 當時就是想入行拍電影 王子華最後什麼都不行 就是Stand-up comedy 就是這個棟篤笑得了 那電影一向是一個夢 最近看他挺好的,王子華,加長那個舞台劇 但是電影方面,一向他真的讀過周潤發,票房讀藥 到現在都好像還沒解讀 究竟有沒有一部半部得過呢? 龔飛龍在這裡就懂得說了 好像有一年OK的 他說他不敢再投資電影,蝕錢蝕到 跟10年沒有拍劇 現在不可以不睡覺了 年紀大,60歲了 不是每個人好像收歌那樣,凌晨都說還可以 他那時候王子華讀那些董篤笑 他單索自己讀,他都說讀到人都瘋了 不出街,不斷想,不斷想,不斷想 要的,要的,要的 你坐在那裡不停想想想想想 好像你又閉關自收 我覺得是不難的 你讀一個多小時的事情 你要轉場景,起承轉合的笑話 我覺得是不難的 但是你也有壓力 第一次第二次可能多了寫 說說說說說說到第十次Show 東西又越轉越快 他不金盆朗口都不行了 他說現在就要宣傳,泛氣攻心了 王子華接受內地宣傳傳媒訪問 說拍攝的趣事 說自己未來工作計劃,近年主力拍電影了 原來拍完賣聖Lady之後就沒有再拍過劇 我也是,我拍完賣聖Lady之後 一出鏡之後,那天是TVV最下一步 那麼巧呢? 那天是這部 他說現在比較難應付 他說因為要拍劇很長時間 體力消耗很厲害 現在不可以不睡覺 以前可以幾個月都不睡覺 他說其實我是很隨緣 如果遇到好劇本也做一下 如果沒有,那我又回去繼續學一下相對論 他原來2020年就拍了一套《什麼代宗師》 你有沒有看啊? 有 說什麼的? 《什麼代宗師》 很久了,我也忘了 兩年前,馬飛龍 那個真真假假假假假真真 嘩,那個動作我還記得是這樣的 是啊,是啊 好像人家的Gundam style 是啊,挺有趣的 今次做演員 他說做導演是很難的 因為電影用很多錢拍的東西 是很多錢拍出來的 他說如果那個人失敗了一次 或者虧了很多錢 他未必會繼續 例如像我那樣 上次拍《什麼代宗師》 虧了很多錢 他說他好像按了一層樓拍 說到好像是 賣了一層樓拍 他說我有一陣子 不會再敢投資 完全認同 好像我買的那隻100毛 我都虧了很多錢 一皮的 那有不同的 他《什麼代宗師》有沒有虧? 他那時候 其實很多人進去看他 但因為他剛好防疫 就算他沒事 我覺得如果沒有病沒有痛 他會賺更加多 他如果在一個非常之 風惡日麗的情況下 就應該會賺錢 我覺得王子華拍《什麼代宗師》 拍得不錯 其實那把關刀 提供一下 那把鈴鐺 那把鈴鐺 並沒有提供一下 那他跟美女在裡面 正在鬧事 他的意境很任賤 讓王子華聽回自己 他會稱讚我 一定讚你 他很希望現在拍的戲 至少老闆可以賺錢 她說自己做過老闆 她覺得我拍出來不賺錢老闆蝕錢 也是只有拍字的 這個世界一直不停蝕下去是沒有電影的 她說當然希望靠一個好的口碑 有一個好的票房 當然是最好的 其實是商業的 不用說到沒有人拍了 又說什麼夢想 你的夢想只是做一些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就能賺到錢 其實你跳過了一個步驟 你賺到錢之後 你再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你拍網片也可以 間中拍一下也沒所謂 說到其實麥代宗司 票房過三千萬 不要假裝虧錢 她說這部影片拍得很貴 虧了很多錢 她說自己做老闆是笨賊的 所以這次做演員算了 當然了 做演員就收錢拍戲 做老闆就拿錢出來拍戲 是的 我上次的網片 花了一千元 嘩 厲害 沒理會 浪費阿希希多少的心力 在剪片 很累 知道嗎 拍戲是有成本的 如果你想以這個做職業 OK 就繼續努力 但如果像我那些 叫做玩一下 不同的 不用了 對 有些就成本低一點 我不是說只是拍說話 簡直是拍戲都可以成本低一點 但暫時還沒有忍著 遲些先 再想想 有機會 沒錯 讓大家看看梓華先生的泛氣工心 嗯 我做個藏氣工身 哈哈哈哈 看看那些藏氣有多刺激 沒錯 好 拜拜